我们现在站在埃及展馆啊 这以前我们讲过一埃及小哥哥 公元前2450年的一位祭司 看见没有站在这 乘一个正步走往前行走的形象 三角形共图 目光稳定望向前方 整个人的线条啊 描绘的已经非常的生动了 包括腰间的扎腰部 也很详细的描述出来了 记住这个形象 一会儿我们有用 刚我们看完了公元前2450年的 那位埃及的小哥哥 这会儿呢在希腊展馆里边 又出现了另一位小哥哥 你看看上去除了材质不同 是不是形体状态 和刚才我们看到公元前2450年的 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年代变了 公元前664年到公元前610年的 埃及的另一位祭司 我们来看看呢 明显的看出来 小哥走路的方式 是不是有点顺拐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啊 埃及啊 在第26王朝的时候呢 来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复兴 在学习呢 第五王朝时期的东西 那为什么摆在希腊展馆里面呢 来看旁边呢 希腊克鲁斯的这种雕塑 是不是形象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原来由穿衣服 变成了不穿衣服 当时早期的阿波罗的雕像呢 这种男性雕像呢 都被称之为叫库若斯雕像 是不是埃及文化 影响希腊的实锤证据 在这儿就出现了